大家好,我是刀车请故意 欢迎收看我的遮职要成 本期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燕子纸飞机 像一个燕子一样 并且是真的可以飞的 这个折的比较大 我们来演示的是这个 小的 这个其实就是用包叔皮的纸来折的 那个纸比较大一些 好了,这个作品我们需要的是用一张正方形的纸 我这里把长方形的纸裁一下 把它裁成正方形的 好了,这就是一张正方形的纸 先沿着对角线方向折两条折痕 然后翻到背面 沿着边的方向折两条折痕 然后再翻回到正面 沿着这些折痕呢 把它收成一个双三角形 然后左右两边同时向中间对折 然后两条边向外面这条边对齐 然后这个整体 现在中间的这很对折 然后底下的这个左右两边 现在这两条边对折 然后这里看一下 把这个这样打开 把这层纸拽到上面来 这样 把它立起来 这样左右两边先压出折痕 好了,然后把手伸进这个口袋里面 把它线下压平 把这个打开 我捏着这一层,这两层 这两捏住 然后把下面这个打开 然后这里会压出一条新的折痕 这条边向在下面的这条折痕对折 然后沿着下面的这条折痕 把这个整体向里面对折一下 然后沿着这条边再向里面对折一下 另外一边呢 跟刚才一样 好了,这好之后呢 把上面这个顶角向着这条边对折 可以稍微抄出一点点 这个没有关系 大概折过来就可以了 现在就折的比较厚了 不太好压 然后这个角再向外面再对折一下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角超出这条线一点点 这个就是燕子的头部 然后把这个打开 从这个角到这个角斜着折一条折痕 就是把它这样打开 然后这样斜着折 这里自然会伸出一条 几乎跟它是睡平的 好,另外一边也同样 然后把它向后对折 然后过这个点 这后面雷一条线 把上面向下对折 另外一边也同样 好,最后再处理一下这里 把这个角向里面对折 两边一样就可以 它是对称的 把它立起来 当做那个燕子的角 这一个验尸纸飞机就说好了 然后我演示一下是非 用这个大的演示一下 其实只要轻轻的一扔 它就会进入一个滑翔的状态 我是倒遮紧不易 只做有意思的遮纸 欢迎关注